今天这堂课实际很重要 不是你们 是我自己 因为我在整个修炼的过程中 经常有一个矛盾 为什么呢 一会儿我是个修行人 去听老师的课 然后到老师身边 然后去练功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修炼者 然后离开老师 然后离开练功场 然后我就又变成一个反复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所以是辛辛苦苦的花了将近三十年 才走到今天 但是我的感触呢 就特别的深 很希望大家呢 不要像我这个样 因为你们中间很多人等不了三十年 我那个时候还年轻 我十八岁就开始了 你们的话 如果是现在 再这样糊糊悠悠悠 跟老师一样三十年都来不及了 但是我们尽量的就是利用有限的时间 是自己呢 快速的成就 这些是今天的这一堂课的目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修炼应用在每一天当中 而不是说只是一天我练了三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小时 或者半个小时 甚至有些人说 老师啊 我没有时间练功 听了今天的课应该你们就会懂得原来生活跟工作是在一体的 生活 工作跟修炼是一体的 不要把它分开 那今天这一堂课呢 首先呢 就是要给大家订订性子 我们山东有一句老话 说这个年轻人不可以用 为什么不可以用 太年轻 太年轻为什么不能用 说没有定性啊 他的性子还没有定啊 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在座的你们自己问自己 你们现在有没有定性啊 定性是什么意思 定性就是你的那个人诸初 性本善 性相近 喜先远 那么这个性你也没定住 所以说我们人都要认识自己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三种性 一种是什么 你的本性 一种是习性 一种是根性 那西方呢 现在有一种学说 我们东方说人是初性本善 那西方呢 后来有一些人说 人未必是本善的 人性可能是本善的 所以它有本善分 性的本善分跟本善分 实际上在人之初的这个本性上面 那么我们讲课都知道了 那个本性是讲的佛性啊 彤子曾经告诉我们 天命就可以信 就是我们之所以有生命 就是我们之所以有生命 就是那个性 也就是说它在高度上是一个很高的高度 它在这个高度 这是我们的本性 这是我们的本性 这是我们的天性 这是我们的佛性 你们有没有定住自己的佛性 有没有自己定住自己的本性或者天性啊 如果没有 彤子说 五十而知天命 你们如果是小于五十岁 还可以原谅 如果你们大过五十岁 就要深深地问自己 为什么现在那个性子还没有定啊 你性子没有定啊 人家不敢用你啊 为什么不敢用你 因为你没有定到自己的本性的那个善的上面去的时候 你会定在这两种性上面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自己的习性 你脾气特别坏啊 老板不敢给你重任啊 为什么 你非得要顺着你的性子来啊 老板教的事不干的 我自己喜欢我就干 不喜欢我 绝对不听你的呀 我们叫那个驴脾气啊 那个喜性啊 对着脾气的 我把脑袋给你都可以 不对脾气的 你想怎么地都不可以 这都是喜性 所以你如果没有把自己的性子定下来的话 实际上你就定在喜性上面 还有人特别的借 就是那根筋你不可以碰它 如果你碰它它一定会抱起来 实际上那根筋是你的根性 喜性是这一生养成的 根性是什么 根性是生生世世 无始结义 以来你生死轮回养成的 所以你如果把性子定在这两种上面 你这一生很难成就 为什么 根性 上一生的根性 上一生之前的根性是你堕落成什么 六道中的一个人 这一生的喜性是你没有成为李家常的 这一生的喜性是你没有成为那些政治家 那些历史上可以留下一笔的人 我们叫单亲流脉 你要在史书上能够记下你 老师那种人太少 不是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只是什么原因 只是你自己没有定性子 你没有定性子 或者说你定错了性子 不是